2015年元旦發車遊行中的第97屆玫瑰皇后 昨晚公布 17歲的非裔高中生 瑞浦利特脫穎而出 窄得後冠 華約候選人少夏 雖然和皇冠刹堅而過 但卻表示今次參選獲擊良多 特別是得到了6個好姊妹 恭喜你 玫瑰皇后評審委員會主席思念 在帕斯丁娜史納大劇院門前廣場宣布 2015年第126屆玫瑰花車遊行中玫瑰皇后出路 榮獲玫瑰皇后的瑞浦利特 是帕斯丁娜約翰·马歇爾基礎高中的学生 她在受訪時說 在聽到宣讀自己的名字一刻十分激動 以瑞浦利特的家人亦都在現場支持她 並為她榮獲玫瑰皇后感到十分感動 在今屆玫瑰皇后競選過程當中 17歲的華裔女生少夏 雖然最終未能實現成為玫瑰皇后的夢想 但她在台上表現出色 笑肉亦都令人印象深刻 少夏在今屆玫瑰宮中的唯一一位華裔公主 今次參選玫瑰公主 她說獲益良多 除了認識六名好姊妹 還學到只要相信自己就可以達到目標 我覺得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很多信心我可以當一個公主 因為我覺得很多這些公主 她們都是很長時間她們都想當 然後訓練了很多 我就走進去有一個 idea 就是Be Myself 然後呢從這個開始的時候 就繼續走來 然後呢她們看著像喜歡我自己 這樣的Be Myself 然後呢我希望告訴一些別的小女生 她們也應該Be Myself 然後她們就可以 accomplish非常多 然後她們也可以當一個公主 少夏說從小就開始喜歡音樂和畫畫 並多謝她的父母親一直給她的支持 台下的少文和烏蘭就指出 今次玫瑰皇后競選過程當中 加深了一家人的感情 並令到她們感覺少夏長大了 當晚她的父親陪她上台唱片感人 兩三個星期的這個訓練呢 整個是像改變了一個人一樣 她們從圓坦舉止啊 她們的處事的方式啊 對待父母的態度啊 各方面呢 都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改觀 感覺上這種就是她們參加這個活動以後 從身心上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好的經歷 今次帕斯汀娜玫瑰皇后 和玫瑰公主將會引領2015年1月1日 舉行的主題為 《荔枝的故事》第126屆玫瑰花車大遊行 天南威斯記者你好 請查訪報導